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昆凌金出席守护海洋巨吃鱼翅公益记者会,接棒老公周杰伦担任本届代言人,他表示从小就爱动物,甚至从小就想当兽医,直到当了艺人才发现能用不同方式来爱动物,直到鱼翅的取得相当残忍,除了巨翅之外,也亲自设计巢, 其来响应保护海洋的议题,更身体力行爱地球,全家出门会自备怀宝快。 谈到先前传出应担心孩子遗传老公的僵持性脊椎炎,儿子Romeo是人工受孕来的,他经澄清,其实我们没有人工受孕,是有得到这方面资讯,但还没去世就先怀孕了,至于有没有带儿子去检查,他坦言知道男孩遗传的几率大, 目前还不太想要知道,他也透露近期爱女小周周和Romeo同时感冒,但妈妈出国,老公忙工作,让他得意打二同时照顾两个病娃, 谈言真的会祈祷,能不能把不舒服都给我,因身体疲惫又心疼,连续三天没什么睡,直呼真的很敬佩那些平常就在意打二的妈妈们, 而谈到周董日前被格米亏发抗,他教称大家对他太严苛了啦,直言老公现在很健康,幽默表示他没有真爱还是可以活下去,至于情人结送什么礼物给老公,他答一颗爱他的心,闪下全场, 昆林公益广告发布记者会记者肇事勋社昆林公益广告发布记者会记者肇事勋社